请 来来来 赶快见过我们起家的列祖列宗 长辈们都在等你了 老头子 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你看这个就是你的孙媳妇 叫爷爷 爷爷 不对 是隔壁那个 爷爷好 她呀是她的爸爸 然后呢 她呢是她爸爸 她呢是她的爸爸 她是她爸爸的爸爸的爸爸 那她呢是她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 这下你搞清楚了吧 清楚 我告诉你啊 他们个个都是人中之龙啊 哎呀 多可惜哦 季佳呢 乃带单传 而且都英年早逝 这样你就知道 我是多么的谢天谢地 能够保佑纯曦遇见你哟 奶奶 你不要这样讲啦 其实我跟纯曦不过是在床上不小心就 哎不准这样说 你跟纯曦能够相遇 那是因为你们三世姻缘命中注定 你们要成为夫妻的 所以 我们能够碰到你 是我们季佳的夫妻 也是我们纯曦的夫妻 你知道吗 奶奶 谢谢你 我一定会努力地当一个称职的季佳媳妇 好 我们季佳的媳妇就是要这个样子 抬头挺胸 心心满满 嗯 要以成为季佳一份子为荣 要以成为纯曦的妻子为荣 好 你摆完之后啊就到纯曦房间去休息等他啊 啊 啊 哈哈 哈哈哈 还有人帅不帅啊 哈哈哈 哎 又不怕取名字 嗯 嗯 那就叫他 晨曦好了 不行啊 哈哈哈 那以后怎么知道你才叫他 叫他还是叫我啊 嗯 哈哈 哈哈哈 以后我生命中的第一跟第二 让安娜这么漂亮 她这么优雅 晨曦宝贝 这么的有气质 我想 只有像她这样的女生 才配得上季晨熙吧 我怎么可能跟她比 一进来别人房间 又迫不及在偷看人家的东西 你们江牧岛的人 做事情都不需要别人同意 也不用在乎别人的感受是不是 不是啊 我不是故意要看的 那间我刚刚不小心按到了 所以才 谁追你把东西放在那边的 这地毯是安娜前天冬天 去米兰公演的收买的 不要把你那种脏东西摆在那里 那柜子是给安娜放私人用品用的 不是给你放行李的 哇 好可爱哦 是你帮小宝宝买的哦 那衣服是寄宝贝的 她不喜欢别人乱动她的东西 你自己注意一点 你刚刚已经看到影片了 我昨天晚上去看那片子睡觉 没错 我不打算放弃安娜 所以在我们开始对任关系之前 我要先跟你约法三张 第一 房间里面我所有跟安娜的东西 通通不准乱动 第二 不准在公共场合 还有随便跟人家说我们是夫妻关系 我们的婚姻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只不过是家里面多了一双筷子而已 还有第三吗 第三 道格拉斯今天有没有给你一份文件 有 去哪儿来 这份文件是给你的 你自己看一下 离婚协议生效的日期 就是你小孩子出生的生日 日期我会在田上 不过你不用担心 你不会吃亏的 等我们的婚姻结束 我会给你五百万的赡养费 你来到这里唯一的任务 就是把你肚子里面的小孩生下来 拿了钱从我的世界消失 所以在最后我要付出一点 我们两个之间的婚姻关系 没有任何感情因素 纯粹是因为孩子 为了避免造成我跟安娜之间的困扰 在我们结婚期间 你不可以爱上我 一旦你爱上我 我们的关系就立刻结束 我会马上回约 然后关掉在江沐岛的工厂 这样子你懂吗 我明白了 我刚在电视上已经看得很清楚 安娜在联系里真的很重要 我希望你跟安娜以后 可以善待我的小孩子 这样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现在知道 你要多恨我 毁了你的人生 多恨那些岛民 比你虚无 但是我想要告诉你 江沐岛就是我的家 最疼我的爸爸就葬在那里 我的家人也在那里 如果说你可以遵守约定 替我守护这个岛 我也会遵守约定 剩下小孩就离开 我希望你可以勇敢地 把你的心打开 好好的看一看 我和江沐岛的人 不是好的 我会证明给你看 最近去对待一个人 不是要有条件 我想房间应该没有我的位置 以后我都睡下方 你挤过去的那是大户 你知道吗 那是都要面子的 你如果没有这个 人家就看你没有 你如果有这个 人家就知道 你后头家 是有人在跟你拼的 如果以后你挤过去 有什么免减的事情 了解 你尽量回来 你知道吗 在这些基存心 他把你挤过去 还是其他人把你挤过去 不然你跌我脚回来 就算我们这些不够了 没准帮我出去 我又要去那路海边 驾在这些海盾 我买到你去大公道 喂啦 那个基存心啊 小海 我觉得 他虽然看起来很酷 可是好几次 我有困难的时候 他都有帮我耶 拿生意的 所以我觉得他不是坏人 加油 他应该不会骗我 也不会从我们打赏的人 我要这个孩子 平安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小海 你是不是先爱我 三百 你是太爱你啊 妈 为什么昨天 他明明还好好的 今天却想变了一个人 是不是 我真的做错了什么